因应全球气候变迁,唯有绿色产业能同时兼顾经济成长及永续发展。 台湾透过与国际合作交流,创造永续共享的绿色经济贸易。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自2011年起,推动两阶段为期六年之绿色贸易专案,并成立专案办公室。 2017年进入全新第三阶段,以绿色行销智库与资讯扩散,强化绿色产业行销能量及深化行销推广与提升形象为三大策略。 结合外贸协会国际行销专长、工研院产业生根能量及中金院研究深度,规划出四年推动进程。 涵盖有创除能、节能、环保设备、绿色材料、低碳运输五大绿色产业,以国际行销为主轴,协助我国厂商顺应国际市场趋势,掌握各国规范及潜在商机,使绿色产业及绿色产品成为引领台湾出口成长的新动力。 2017年为绿色贸易推动方案四年进程第一年,延续过去成果再出发,开始拓销策略与创新推动作法,锁定新南向利基市场、出口重点市场及其他潜力市场迈进。 2017年,前进印度、东欧及东协等国家进行市场调查、组团拓销,并协助厂商参加印尼及印度之专业展。 前例市场、南非、墨西哥以形象提升台湾绿能产业能见度。 四场商机说明会、国际论坛,成功与新加坡建筑学会签署合作备忘录。 整合厂商成立生态圈,前往越南及柬埔寨开发商机,并实际促成在台湾希望之牙绿能建制合作案,绿色贸易专案推动方案多项海外拓销活动, 带领国内业者深入东协等新南向国家市场,一同开发庞大绿色商机。 2018年建成果,包括促进绿色产品出口成长、增进目标市场市占率及提升我国绿色产品形象。 同时,深耕东协五国形象展,并在德国太阳光电展、印度绿能展、日本智慧能源州、澳洲绿能展、 网络欧洲、亚洲、南半球及新兴国家的再生能源市场商机。 拓销团跨足东欧及新南向,让台湾精英厂商与国外厂商直接面对面洽谈, 并在土耳其、越南、上海及台湾举办循环经济与环保管理相关论坛, 提供产、官、学、三方经验交流分享, 透过深度讨论易亏台湾再生能源与环保产业科技实力,再创共好绿能智慧城市。 2019年稳扎根,延续推动成果、重新拟定拓展策略、修订绿色产品清单、加强数位行销等, 持续巩固绿色产品出口市场,也提供业者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。 试调先行,拓销随后的策略,在本年度成效极佳。 前进卡达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印度、泰国、越南等专业展览, MIT实力不容小觑。 延续2018年台土绿能暨智慧城市产业论坛, 2019年绿色贸易推动方案更扩大规模。 台土绿能产业高峰论坛暨采购洽谈会, 促进台土产业合作及交流, 使土耳其成为我国创除能蓝海市场。 同时,拓销团首次与欧银携手合作, 筹组欧洲绿能环保商机开发团, 跨足波兰及罗马尼亚, 举办产业论坛及参访相关企业。 回到国内, 在北中南办理六厂不同主题专家座谈会, 与在地产业联盟厂商交流, 深度了解地方产业需求, 达到双赢共创商机。 第四年2020年, 推动绿色产品出口大精进, 受COVID-19疫情影响, 各国边境关闭, 造成实体国际行销冲击。 绿色贸易推动专案, 全面滚动式调整拓销策略, 借数位视讯平台突破限制多管齐下, 持续于疫情期间, 协助我绿色厂商推广, 原定赴海外的拓销活动, 改嫌益彻, 全面数位化, 让拓销不停歇。 绿色贸易专案, 带领我绿建材厂商, 参加北美最大建筑建材展览, 美国IBS建材展, 并针对成熟市场日本, 在日本智慧能源州, 同时办理台湾绿色能源解决方案产品发表会, 聚焦台湾太阳能, 除能及维电网等绿色能源产业。 因应新冠疫情, 本年度规划多场新产品视讯发表会, 协助国内绿色企业与国外买主对接连结, 含阔如创除节能、绿建材与环保等主要产业, 筛选优良或绿标章之企业, 于视讯平台如WebEx、YouTube发表新产品。 风电产业座谈会邀请台湾风力发电业者代表, 及国际开发商代表, 齐聚一堂分享现况, 搭建走向海外市场平台。 同时, 欧日中等13个外贸协会驻外单位, 线上分享当地风力产业资讯。 绿色验证与行销辅导四年来持续辅导验证372家厂商, 其中, 导入申请124家, 协助54家厂商成功取得国际标章, 敲开国际大门的第一步。 行销辅导成功协助84家厂商, 创造绿色产品特色、价值、亮点等, 打造各式数位化行销工具、 3D模型、AR扩增实径, 提升国际知名度, 带动整体输出。 并在波兰、越南、印度、 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尼等六国, 设有绿色窗口, 协助台湾企业开发国际市场。 绿色贸易推动专案不间断地提供最新市场及产业新知, 共累计超过170本出版品, 同时结合外贸协会驻外单位合作, 持续提供超过8700篇国际商情发布。 整合国内外资源, 跨越时区疫情障碍, 掌握永续新力量, 开拓新商业模式。 背道颤